今天上午,市委市政府召开做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对疫情防控和社会动员和生活物资保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 市委书记是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强在会上强调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全力以赴,以更坚决的态度,更彻底的措施,更迅速的行动 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好 按照孙春兰副总理在上海调研疫情防控工作时提出的要求 全力投身这场严肃的抗疫斗争 强有力的推进应减减减,应收尽收,应格尽格,应治尽治 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开展社会动员 千方百计,多管齐下,保障居民生活物资供应 充分凝集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共克时间的强大力量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李强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刻不容缓 各项工作兵贵神速,必须咬紧牙关,持续攻坚 筷子当头,以筷制快,时不我待,持续奋战 攻难点,攻堵点,事不过夜,抢时间,抢进度 要高质量组织好新一轮核酸筛查 工作要更彻底,更细致,更迅速,严防交叉感染 采送减爆核,速度必须提上去 追阳和流调必须更快,全力把感染者找出来,快转运 要超常规加速方舱医院建设和集中隔离房源筹措 调集各路建设力量,火速加快扩容,想方设法挖钱 管理服务团队要同步到位,做好服务保障和人文关怀 要统筹用好支援力量,把各路医务人员的吃住行安排好 把各项工作衔接对接好,要开展大规模的环境消杀 做到消杀到位,保证质量,各区各街镇已经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但在这个非常时刻,还需要扛起重担,付出更加艰苦努力 势力各方面要大力支持,及时帮助协调问题,解决问题 李强指出,用最短时间遏制疫情扩散,需要全市动员 全民参与,组织领导必须坚强有力 党员干部必须挺身而出,方方面面必须齐上阵 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把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好 把各方力量精心组织好,各区和街镇要建立扁平化工作机制 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快速消除矛盾隐患 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防控一线,承担显重任务,化解突出问题 要特别体谅爱护广大基层干部,把大家的主动性、积极性保护好、激发好 纪检部门、组织部门要去一线了解干部、考察干部 对不作为不担当的要严肃追责 党员干部要晾身份、建行动、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 承担好社区检测组织、物资配送、垃圾清运、困难帮扶等工作 推动小区包干、楼宇包干、楼栋包干 要重视解决群众疾难筹判问题 对困难家庭、独居老人要格外上心、世事关心 把社工、志愿者等各类力量吸纳进来 紧紧团结在党组织周围 权势上下要拧成一股绳、步调一致向前进 人大、政协要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限制出力 统一战线要更好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五党派代表人士的作用 工、清、富等人民团体要组织动员联系群众 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疫情防控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疫情防控 在优化应急保障中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 在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中发挥专业机构和专业人才的优势 在生活困难群众的救助帮扶上展现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的作为 要大力宣传弘扬疫情防控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感人故事 推动形成浓厚氛围、激发强大正能量 李强强调 要以强有力的措施确保居民生活物资供应 保质保量送到家门 多管旗下筹措货员 抓货源组织、抓重点品类、抓统筹平衡 坚决稳住国有企业、批发市场、生鲜电商、连锁超市等供货渠道 全力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 加强各区生活物资科学调配 千方百计畅通物流、减少层级、减少环节、高效扁平 构建从市到区再到街镇社区的三级物流网络 切实提高流通效率 保障好跨省干线的物流畅通 打通室内物流配送毒点 加快分减包装分拨速度 组织力量做好最后100米的投送 从严从紧抓好城市保工相关人员 场所物品的防疫管理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严格实施集中管理 严格开展每日筛查 严格消除风险隐患 要关心关爱特殊人群 保证支援力量的物资供应 加强对重要功能性机构的物资保障 为高龄独居老人、失能失智人员及残障人士等提供必要保障 一视同仁做好外来人口基本保工 李强强调 要坚定信心决心 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 有兄弟省市和人民解放军的权力支援 有全市人民的团结奋斗 努力努力再努力 坚持坚持再坚持 定能迎来曙光 赢得胜利 市委副书记、市长 是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公正主持会议并讲话 指出 要按照市委部署 增强刻不容缓的紧迫感 强化雷厉风行的执行力 立下战责必胜的军令状 提升坚决落实的责任心 齐心协力抓落实 见识效 以事不必难 亦不逃责的态度 投身工作 遇到问题要坚决果断决策 敢于采取超常规措施 协调矛盾 要勇于跨前一步 主动作为 把担子担起来 把责任扛起来 社会动员 物资保工等工作方案 必须执行到位 落实到位 严格按照标准 落实当前这次 核酸筛查任务 严格执行统一部署 统一手势 阳性感染者转运 必须日节日清 做好分类救治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蒋卓庆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 市委副书记诸葛宇杰 出席会议 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胡文荣 副市长陈通 分别具体部署 疫情防控社会动员 和生活物资保工工作 市委常委 郑刚淼 刘学新 周慧玲 赵嘉明 朱之松 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 市政协负责同志 市高级法院院长 市检察院检察长等 出席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市政府办公厅 市政协办公厅 市防控办 各区及有关单位 设分会场 市政协办公厅 市政协办公厅